谢谢每一个帮我加油的人 不然我觉得我活不到今天 我的案子发生之后 我一直说我很庆幸我父母亲过世了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还在世的话 他们承受不了 记者会上一度哽咽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去年遭到媒体人周宇寇蔡玉珍爆料 和蒋万安爸爸蒋孝言 在金华酒店混床单 如今两人双双被一诽谤 各自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希望能够名嘴收敛自己 如果周宇寇小姐跟蔡玉珍小姐 真的觉得有悔过的话 应该到脑里面去真心悔过 而不是继续说完道歉 明天继续霸凌下一个人 韩律师一同出席 主张希望两人不要上诉 尽劳里反省才是最诚可的道歉 另外张淑娟还揭露 周宇寇先前得知会败诉 似乎有意想和解 曾找她喝咖啡 她要请我喝下午茶 我要用我的人脉帮你开节目 我会帮你卖作品 你写这封信来的时候 只希望我们策告 我跟律师说我没有办法和解 喝咖啡和解 张淑娟并不买单 而在判决结果出落隔天 周宇寇照样主持广播节目 不缺席 体育台有一场哨棒比赛 对于涉及诽谤 周宇寇整整一个小时节目 逼而不谈 致电没有回应 而过去在节目种种言行 引发争议 这回踢到铁板 是否继续上诉 备受瞩目 317 郭兄 上行轩 台北长报到